白天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到了太阳下山之后 还是很有戏 时间来到晚上9点超过营业时间 停车场却有好多可疑车辆 黑暗中似乎有人死急而动 他们适咬 好 赶快开出去咯 先到了 外面要关门咯 好 最晚9点就离开这个设备站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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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而且你要注意刚刚说起来 因为这边也控制催足东西好不好 你们是算是露营课吗 嘴上说不是露营 但瓦斯锅具桌椅帐篷全摆得出来 都这么明显 游客还有什么话说 没有 你 我们大家像这样子 大家煮一煮 大家一起吃 我们就觉得很快乐 如果说你要煮饭店 或者是吃饭店的话 那个大部分的钱 就是花在这个项目 林管初说竟然流行这种裸游 游客不想花钱 见到停车场有水有厕所 干脆住了下来 但这里是国家森林游乐区 说好了露营主食 就是不行 它会影响夜行性动物的生态 再来是垃圾的问题 再来是它一个露营车 或者是露营的营地 它就占用了很多的车位 你的停车场就是我的露营场 这几年各大国家风景点停车场 全部沦陷 那目前其实就实质的法规面来讲 法规里面并没有提到说 禁止露营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很难说 从法律面来强制来执行 原来现有的国家景点法规 都没有明文规定 不可露营四个大字 来露营它制造垃圾的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用废气物 处理办法来取缔 但是因为我们是领务局 我并不是执法单位 既然执法强度低 就算动用警力 游客也没再怕 要限制游客在规范的场域露营 首先要有专法 其次也要有合法营缺 但全国只有观光局 辖内十四座 另外各县市政府 林务局森林游乐区 也有少数经营 私营的部分 依据休闲农场辅导管理办法 可合法依附在休闲农场内设立 其余的皆为合法 定义起来它不算旅树业 它只算露营 算一个活动而已 那事实上你就于现场的部分 它大概就说 一个场地的租借而已 既然是幽灵产业 走进营场消费 形同没有保障 依据有高达70%以上的露营场 它是没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钱 如果没有一个组织行程的话 你大概用个人的方式去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钱 大概现行的规定来讲 可能是的确会有很大的困难 来看合法的营区 有位消费者投保意外险 还有污水排水设施 及放置灭火器 这些都是所谓的规格 专家认为 列入产业别是建立规格的第一步 但问题又来了 露营该由谁来管 住宿然后收取费用应该是算旅树业 看起来好像是符合 但是事实上它还有另外就是针对于 就是说旅馆的管理规则的部分 它有讲你是要有一些建物的使用许可 言下之意不算旅树业 目前一般观光旅馆民宿营业执照合法 全则在交通库观光局 但休闲农场营区却是由农卫会管理 露营该算谁的头上 引发护肌皮球的嫌疑 很多的法令规范是在中央政府 那我们地方政府在没有一个主折的机关 或是专责的法令的前提下 我就是目前是朝向说 整合我们地方政府既有的那个行政单位 然后来做一个机查的机制的方式办理 翻开苗栗县府的公文 105年时任政务委员张景森 曾与各县市政府开会 这段结论却是把露营归到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本于全则管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多头马车 但对民众而言 有把关才是重点 不然露营出了事 又有谁可以负起责任 就会负责任 要求促带